我本身也有輕微一些 我們說有糖尿病 多少 你現在是多少 那時候最高是265 265 對 不過正常是100億 對 後來現在控制 後來有控制的時候 差不多是要控制的時候 差不多110 120這樣子 還不錯 265是飯前 飯後 飯前 飯後的不得了 對 所以我後來現在 現在控制飯後 飯後差不多165 那最好心裡還蠻安慰的說 有控制 有控制 那我想說每次都在吃那個藥 你會覺得吃到很閒 每次都要帶著糖果 三餐飯後都要帶著糖果 還有就有講說 就剛好看有一篇報導 我們說以前我們講說 咸豐草的 我們在城市中說的 恰雜母 咸豐草就是恰雜母 對 咸豐草就是咸豐草 對 就是那個含羞草那個嗎 對 不是含羞草 那小孩做小孩玩的時候 拿到社會表裡 拿到幸福的 那個應該是鬼針草 對 類似的 鬼針草吧 咸豐草 那他有做提供 蝦蝦嗎 對 蝦蝦 那現在中央研究院有在體驗這個東西 我讓他說沒人就回來 像我買來買來買來看 看看 試看看 效果 你快每次每次在喝的時候 喝完以後再去測 他效果是有減 但是一旦沒有用的 沒有喝的時候 就跟我們一樣 還是會慢慢往上上來 那假如說 快現在有那種所謂的聽 我們講在這邊講 還是跟呼籲大家 儘管有朋友還是去看醫生 醫生給你的建議才有用 那保健用品跟保健用品 其實不能混為一談 藥品跟保健用品不能混為一談 聽到的偏方 還是說民俗療法 還是要先找正規醫療 對 這樣 根據2017年6月29號 TPBS的報導 咸豐草是中央研究院 研究對付糖尿病的利器 那這個中央院的副研究員 叫楊文青 他的研究團隊 研發糖尿病的新料 已經耗時16年的時間了 終於在咸豐草的成分裡面 找出一種稱為拒絕類化合物 簡稱CP 可以增加生物體內胰島素的分泌量 因為糖尿病是胰島素的問題 而且保護胰島細胞 那這個發現讓研究團隊非常的高興 因為足以翻轉糖尿病的治療機制 那小胖呢 你現在是每天 餐前都泡咸豐草來喝嗎 對 餐前 照三個喝 吃飯也都正常喝就對了 對 那血糖就降下來了 對 降多少 可以控制 差不多可以控制在110 120左右 那不錯 水油就沒吃嗎 水油還是有吃 假如說真的還是得吃 因為它是個飯前一個是飯後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時間 所以你看看可以控制得比較好一點 你的糖尿到二百六十幾的時候 你的人的感覺是什麼樣 很容易疲倦 怎麼跟你說很容易疲倦 尤其假如說你靜止下來的時候 按照正常來講 我頭頭已經睡好過了 對吧 但是我一旦用完餐 我上了車以後就發現 好像累得又開始想睡覺 提不起精神來 那你在每一步在走的時候 或是說以前說 鄭大哥也知道說 我的方式就兩個小時吃一次 就是我在帶團的時候 反正吃東西只是兩個小時 大量耗體力嘛 那你兩個小時吃一次 你又發覺說 吃完東西完了 就好像吃了安眠藥一樣 就昏昏欲睡 提不起精神來 每天都提這樣反覆反覆反覆 坐在那邊不斷你去想睡覺 沒有那個精神 譬如說你講說 我坐下來想要寫一些文稿 很疲倦 根本沒辦法去工作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次就是說 自己帶團 那有一天之後 到寧坡去考察 寧坡在浙江的鳳化 那個雪豆山就說 那先總統講功先生 以前在山上 山裡面看雨衣 有人逆爭上游嗎 也沒來看一個做一個偉人 這要怎麼做銅像 為什麼 你上完上去再下來以後 發覺有快到了 快要到染車站的時候 坐下來休息 一停下來 完了 那時候發覺自己起不來 整個都起不來 說會不會太累 結果那時候剛好也是 早上空腹 沒有吃東西 就想說要爬山 反正早上體力爬山一下 結果起不來 跟朋友講說 你幫我扶一下 坐在那個板凳上面 你幫我扶一下 他說幹嘛 我說我爬不起來 真的爬不起來 你狡猛 你這麼大隻頭 剛好 現在已經爬不起來 你相信我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很真誠的一點 你告訴他 你拜託你扶一下 你有感覺 他把我扶起來 說你到底怎麼樣 我說我剛才起不來 真的起不來 連膝蓋都沒力氣 這麼嚴重 對 後來回來 才發覺說 好 回來是說 太累了 太累了 想說 那我們就晚上 回到飯店 做個按摩 幹慘 我又回家 靠電話快點 快點 你把我驗下來好了 不然要拆掉 不然你回去 因為剛好 隔天下午就要坐飛機回去 他說要不要幫你訂回去 我說 團團的 小胖的 你叫我坐輪椅 還敢不然看我 在記住 後面不用做 他真的回來以後 才發覺說 自己的體力跟體重 而且年紀大了 真的是一種負擔 你如果不怕 你看身體都差了 小胖你幾歲 五十二 五十七歲 你五十七歲了 對啊 我是七十四 你看不出來 剛才年紀 看不出來 所以我告訴我 我告訴自己說 這種狀況 我說會不會 那時候心裡在想一杯 想一個事情說 我的導遊的生命 是不是要結束了 所以說回來 健康還是 身體還是最重要 做了一些檢查 還是要把體最重要 還是要把體重減下來